随着大陆疫情防控工作进入新的阶段 那么包括旅游在内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呢 正在全面的恢复正常 台湾同胞呢 尽可以放心安心的来大陆学习工作 探亲访友旅游参访交流 那么至于你刚刚提到 民进党当局设定的大陆旅客赴台的目标 那么你觉得就你个人觉得能相信吗 从去年到现在台湾的陆委会口口声声的表示说 要逐步的恢复两岸人员往来健康有序的交流 但是大家看到了 这些都只是挂在嘴上的空话 实际上民进党当局到现在为止 仍然对大陆和港澳地区的人员赴台呢 设有很多的限制 所以呢所谓一百万的大陆游客 怎么去呢 从何谈起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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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